现场开箱 品牌爸爸们送给我们的礼物 哒哒哒哒 超多 我跟你说超多 你为什么要弹它 这个很值钱 这个很值钱 这个也很值钱 先给你一个 这什么啊 他们家就是很多这种小花样而已 就这种 嗯 小花样 我跟你说 花西 如果这个不美的话 我要骂你的 我们来看一下 哇 这什么礼盒 白鸟嘲讽礼盒 很漂亮 很漂亮 这也是用镂空的 是 然后有这种雕花的感觉 这个里面有卡片吗 这个也太精致了 哇 哇 是什么呢 一个凤凰 有一个凤凰 百鸟嘲讽 哇 哈哈哈哈 好看 还蛮好看的 这个 这个未免也太美了吧 这要干嘛 漂亮吗 好看吗 好好看哦 这个 你有没有感觉像那个巴驼 巴驼 就是小时候在那个学校门口 就有个老爷爷坐在那儿 然后就转巴驼 那个麦芽糖啊 转那个巴驼 就转 啊我转了一只龙 你给我画一只龙 然后拿这个 就 就 哈哈哈哈 花西子应该想把我封杀了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啦 都不用我多介绍了 对不对 现在所有人都是觉得 可以拿到花西子的那个白鸟嘲讽 买到花西子白鸟嘲讽的眼影盘 就是一种 可以值得炫耀的一个小资本 很难买 对特别难买 因为这个是每一次上 每一次断货来看 当当当当当 花西子白鸟嘲讽眼影盘 我超级爱超级爱的一个彩妆盘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是第一次买化妆品 你想要什么高光眼影腮红全部都拿到 就一定要买这一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盘就可以搞定所有 它里面有提亮色 有高光色 有腮红色 有眼影色等整个都会有的 这一盘 大家有机会抢到的话 一定要去抢 拿到都说我舍不得用 这个雕花真的太美了 所以你用它删封有用吗 有 这个是花西子的 知音难蜜的知音礼盒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好不好 哒哒哒哒 我跟你说真的 花西子你们家可不可以 就除了剪纸 还搞点别的心意出来 这个是东方金具严肃 融合了江南的一个剪纸工艺 是很漂亮 好那我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哦 小机关 这个就是花西子的口红 下面还有吗 没有来吧 它没有说住家旗 这类类类类 就一个很随手的一个礼物 随便送一个 就全网一起送 对全网一起送 连写个名字都不想写 哈哈 不好意思在念爱 写了写了被你丢掉了 花西子的雕花口红 就是很漂亮 柏雅绣123号色 紫漆绣M5408 M12是知音秀 这是鼠年色亮的花纹 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鼠字 这三只都不一样 它的雕花 这支是龙 这支是凤 这支是鼠 是124 这支是有一点点 棕红姨妈色 很漂亮 很实相很高级的感觉 我想试这个豆沙色 408 这是一支非常非常显气色 而且所有人都可以用的颜色 它有点偏蜜桃 而且非常非常的鲜嫩 只要你皮肤白 用它人间水蜜桃就是你本人 稍微放弃 稍微放弃